更要发愿 发愿之后往前走去 叫信愿行 到达净土的三种质量 来跟大家接远 祝大家身心自在 福慧正长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生命有无体 伐水有长流 生命电视 慈悲奏就 生命之美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法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们 侵媳之工 啥离子 色不衣空 空不衣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啊 手相信是一副事 色离子 是竹发空香 不生不灭 不高 无尽 不曾无间 世故 空中无色 无手相信是一副 无言而闭上身影 无色深香味出发 无言间 乃至无一世间 无名 亦无无明晴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情 无枯击灭到 无痴 无得 尊人 有 有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诸尊菩萨 摩赫沙 一心齐寝 护法善神 此地区 土地龙神 加持法会 同享功德 一心鼎礼 本寺庙 创办人 喜成老和尚 光临法会 加持我等 不退菩提 好 请方长 首先 感谢我们 洪如大和尚 还有我们 维贤法师 所有法师的慈悲 今天 为我们大家 办一场殊胜的法会 当然 更要感谢 天气好不好 好 诸天护法神 所以 能够 有一个这么好的天气 让我们心情很好 当然 一切都要感谢我们 喜成老和尚 受祭这个地方 两百亩 然后呢 老和尚的慈悲 永远在加持这边 他希望我们每个人 来到这个地方 那你就 没有烦恼 忘了生病 这边可以 让我们亲近佛陀 听闻佛法 亲近法师 所以 原来 生命可以这么快乐 因为 有肉体 当然这个肉体 有不方便的地方 但是 好好利用这个 肉体 修行 他想要 牺牲法师 和尚这样 现在 自由自在 来去自如 各位来 他就来 各位没来 他就去极乐世界 叫来来去去 所以 修行 就要如此 就像台湾 有一位老和尚 叫广青老法师 他要 你命中 他讲了一句话 他讲的是福建话 没来没去 没大事 没来没去 本来就不生不灭 所以 世间一切 都是随缘的 幻化的 最主要是 一个愿力 慈悲吧 愿力 所以 老和尚大慈大悲 发了这个愿 然后 三宝加慈 能够有一个 这么庄严的地方 那么 可以让我们 特别是这一代 下一代 在美国纽约 将来一定会有一个 念一下 妙诀山 护国寺 慈悲大道场 那我们来这边 妙诀 那就是 成佛了 而且 成佛目的 保护整个世界 保护国家 那我想 这是一个 悲愿 所以 我们大家 能够参与 这个功德 来护持 来参加法会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 素食的 因缘 又有 我们洪主法师 带了很多很多的法师 不过 刚刚 危险法师还跟我讲 人还是不够 所以各位 那你就干脆搬来这边住吧 因为这边两百亩 给你一亩好了 你好好开发 所以 问题 问题是 只要你有心 不可思议 我们不是为自己 盖寺庙 我们要为众生 好不好啊 特别在 纽约 这种世界的枢纽 那这么好的地方 有一个 这么庄严的 让我们能够 成就各种修行的道场 有人喜欢念佛 有人喜欢诵经 有人喜欢拜颤 有些人喜欢闭关 都可以 那这样呢 就像一个 大的 各种类型的道场一样 然后呢 让这些忙忙碌碌的 终于可以找到自己 所以念下来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阿弥陀佛天天跟他讲 回来吧 不要再流浪了 你跟佛说 还没有我儿子 还没长大呢 所以每个人都有 世间的 放不下 执着 那就是生命的痛苦 当然放下 不是放弃说 我死了 不是这个意思 修行是在你内心里面放下 所以虽然你身体在生病 那是身体的事情 不是我心里面的事情 那你就 这个叫空性 空性 空性就是身体不是我的 金钱不是我的 家庭也不是我的 所以儿女也不是我的 他有他的因缘 这样就好了 我们利用这个因缘 负起我们该负的责任 就好了 但是不要去执着 所以各位要养成那个习惯 什么叫痛苦 你儿子生病 所以你就觉得你很痛苦 那你就很执着 你就会痛苦 那你的执着的痛苦也帮不了他 反而事情越来越糟糕 儿子生病 那我们带他去找医生 你到了医院才知道说 几百个小孩都会生病 也不是光我儿子 所以呢 到了医院 你要施佛 你要施咒 希望所有医院的小朋友 都能够健康跟我儿子一样 那你这样放下就 放下你念咒的时候 念佛反而很认真 但是你执着心情不好 反而呢 帮助不了你儿子 而且更伤害他 因为你的念头乱了 很重要 所以各位 越是痛苦的地方 越一定要心里很平静 但是只有一个慈悲心去帮助他 这个就是佛教的方法 就像做个不好的比喻好了 有些男人很喜欢赌博打麻将 你要是很在乎输赢 你保证输的 但是你认为说 打麻将 哎呀 这个钱是假的 就像一个老板说 输了老板出 赢了你拿回家 那你怎么打赢 因为你放下了 那你很在乎 你就很痛苦 当然佛陀叫我们在乎什么 来 在乎众生 在乎三宝 这样你就超越了 所以我想你儿子生病了 他是你为他点灯 放生 诵经 回向所有小朋友都健康 那你儿子功德更大 这个是佛教的方法 地藏王菩萨为什么可以超度他的妈妈呢 因为他妈妈生病 乃至下地狱 但是他为他的妈妈发愿 我愿度尽六道众生 为我母亲发愿 愿六道众生都成佛 我才成佛 结果他妈妈也没超度了 就这样超度了 这个就是佛教的方法 所以当然各位都很关心 很关心 到底我们往生的父母有没有超度 生病的老人怎么样可以赶快好 所以甚至有 今天有几位女菩萨问我说 师父啊 堕胎胎儿 怎么登记啊 那我想 我今天要跟各位谈谈这个 好不好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佛教讲慈悲心 菩提心 最主要是来自于对父母的报恩心 如果我们不懂得孝顺父母 然后说我们去孝顺众生 那就骗人了 所以地藏本愿经 要我们从自己的父母孝顺 然后懂得孝顺自己的父母 再了解佛教的轮回 原来念一下 所有众生 接我父母 在轮回的过程里面 好像所有的众生都跟我们有缘 这个叫空性 各位要有这个了解 就像任何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 百千万劫的轮回 那所有的世界都在帮助你 因为离开太阳 离开空气 离开水 离开人 离开任何一个住院 我们生命都没办法存在 所以在百千万事的轮回 我们就有百千万亿的爸爸妈妈 乃至医生护士在帮我们忙 那这些都是我们感恩的对象 所以佛教就从这边来 念下来 知恩 念恩 报恩 我们要知道所有的生命 都是像我们父母一样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要念的所有众生对我们的恩 那如何让所有众生都离苦得乐 要报恩 那报恩的方法 怎么报恩 来 让众生皆快乐 要有这种慈心的证悟 就是说活的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众生快乐 就像我们做子女的都会这样 我活的就是要让爸爸妈妈快乐 这是天经地义自然的事情 各位要有这种开悟 所谓开悟 悟就是你的本性叫开悟 很自然的 我对爸爸妈妈秀顺 那是我天经地义自然要去做的 一点勉强都不需要 这个叫慈心的证悟 那有这个慈心的证悟 那再来就要生起了悲心的启发 那更要让所有的爸爸妈妈众生 都一点痛苦都没有 各位一定要体悟到众生的痛苦 你爱你的儿女 他一点点感冒你就会心里很痛 这个叫悲心的证悟 悲心的感受 那这一点是我们要去培养的 不然有时候我们对这个人很好 对那个人就不好 我看到他就讨厌 那就代表你没有悲心 悲心是你再伤害我对我不好 我都只想到你的苦这样而已 因为没有一个我在被你欺负 各位要这个叫修行 修行不是我很会看经 我很会念经 心里很讨厌某一个人 或是不喜欢那些野生动物 或是不喜欢某一件事情都不行 特别各位在我们美国 他说他是多元民主 我们是华人 这边有福州人 有广东人 对不对 我是台湾人 管他呢 反正通通都是人 都是你要爱的对象 然后呢 不管是华人 美国人 白人 黑人 不分宗教的 那你要练习去爱对方 我发觉纽约有这个好处 人很多啊 走来走去啊 一大堆人啊 所以那你要坐在街上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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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不完 这个叫修行 这个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说 我要你成佛 我爱你成佛 因为我爱你 我要对你报恩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我念佛的对象 我讲这个很简单 做得很困难 做得很困难 当你的先生 外面有小生的时候 他说没有我爱你 他说我恨你 连那个小生都走来打一顿 更恨你 那时候你叫破功了 那你家里拜佛像 怎么会拜成这个样子呢 所以后面这一尊弥勒菩萨 他有个特点 来 身平等心 成喜悦相 所以弥勒菩萨对他来说 所有众生都是他心中的父母 跟未来佛教 身平等心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坚持吃素 也是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说 如果我成佛 第一条戒律就是制定不得吃肉 所以弥勒菩萨成佛的世界 人跟动物是平等的在一起 人不会杀动物 动物也不会杀人 大动物也不会吃小动物 所以弥勒菩萨因为这种绝对的平等心 所以他的世界 请问人会不会生病 没有人生病 每个人都活到八万四千岁 然后弥勒菩萨的世界 请问有没有意愿 没有意愿 为什么 因为以这个平等心来对待所有生命 所以没有人会生病 因为没有人杀生 没有人吃肉 大家都用着很少的贪嗔痴 虽然有还没有正的空性 但是都是很微小的贪嗔痴 但是每天忙的呢 我要去参加 念一下龙华三会 弥勒菩萨讲法第一会 多少人参加知道吗 96亿个人 现在地球才70亿个人 讲了三次法会 凡是来参加这三次法会的呢 最后都跟弥勒菩萨一样的平等 念一下体正平等空性 身体平等大悲心 身体平等大悲心 各个都变弥勒菩萨一样了 阿弥陀佛希望我们大家都做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都希望我们大家做观音菩萨 所以就像我们出家人 每一个出家人以后 没有个人的信了 通通信一个 释迦牟尼佛的事 对不对 通通理光头 通通穿一样的 你会觉得佛教有这个特别 你有分别有比较 那就是痛苦 你如何达到整个世界没有分别 没有比较 那你才有生命真正的快乐 所以各位看到弥勒菩萨 所以弥勒菩萨也说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赶快看他的脸 而且弥勒菩萨又牺牲色相 故意吃的肥肥胖胖的 让你看到他可不可爱 大家来比胖的 这个胖不好看 现在很重身材 但是弥勒菩萨就要弄这样子的 可爱平等快乐的相貌 就像我们台湾有一位 也在缅甸住过的慈航老法师 慈航菩萨 他就是吃的胖胖的 所以后来他肉身不坏 现在还在台湾 只要给众生快乐 一切都好 这个快乐不是欲望 今天我很有钱 你很穷 那哪有给众生快乐 让众生很自卑 对不对 今天我长得很白 你那么黑 黑的看到你白了 他心里也难过 但是弥勒菩萨 他说他用这个平等心来修行 希望他将来成佛以后 所有的众生都平等 都和平相处 都在快乐 所以当然有很多祖师都发愿 来 将来往生 弥勒净土 弥勒净土 那就是天上的都帅 第四成天都帅内缘 当然弥勒菩萨最大的功德在于 因地还没有成佛就发这个愿 我宁可挖我的眼睛 喝我的骨髓 我也不要去吃众生的肉 凡是吃众生的肉 必须会堕落恶道 愿我将来成佛的世界 没有人会杀身吃肉 成为一个快乐平等 没有恐怖的世界 老师说海水里面大鱼吃小鱼 现在在外面 那些大动物吃小动物 老鹰会吃小老鼠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一直在你伤害我 我伤害你竞争 因为有竞争就有斗争 有斗争就有战争 这就是这个社会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我们在纽约很忙的 忙着赚钱 忙东忙西 所以事实上 这些忙啊 有时候是没有那么必要 所以 这个不过是一种 一种私心比较多 但是各位 如果你要有福报 就不用忙 没有福报 忙了老半天也没钱 有福报的人 脚都会踢到黄金 相不相信 相不相信 本来就是如此 为什么有人投下来叫富二代 富二代 人家上辈子修的 就像你长得漂亮 这跟你化不化妆没关系 你上辈子修的 修忍辱多贡花 那就是漂亮 你这辈子出生的家庭很有钱 随便去上个班 你就赚很多钱 碰到很好的老板 那是娶个老婆都辞到有钱的 嫁个老公人家有钱的 那这个叫因缘果报 这也是修来的嘛 所以我不是叫各位不要工作 你要去先修福报 福报修了 那你做什么就顺利 所以佛教里面给我们讲 这个世间的福报有三种 一定要去修 第一个 感恩的福田 所以我们对父母啊 祖先啊 要感恩啊 要孝顺啊 第二个来 尊敬的福田 我们对佛法生三宝啊 对这些伟大的人呢 我们要尊敬 第三种福田 让你很有福报 来 慈悲的福田 那各位要多去帮助老人啊 穷人啊 所以我们在外面正在做个烟供啊 各位以后不管走到哪里 这么多草 撒一点点米啊 撒一点点的坚果啊 那些无形众生可以吃 有形众生的鸟啊 兔子啊 那些松鼠啊 太多太多了 特别冬天到了 没有东西吃啊 对不对 所以我发觉我去欧洲 美国有些地区也不错 他们会在树下挂的那个 给鸟吃的那个 喂鸟器 对不对 这个很慈悲的 这叫慈悲的福田 所以早上我们供养佛啊 哇 大家做供养 然后呢 今天大家要买这么多食物 来供养三宝 再念一下 尊敬的福田 然后我们又买了很多食物 各位要来拜祖先 也要做布施回向给众生 念一下 感恩的福田 慈悲的福田 八大福田 悲田第一 佛讲说佛法生三宝师父父母 这个都是大福田 但是最后一个八大福田里面 第一福田叫悲田 就是那些可怜的众生啊 所以我每次来都要教各位私食 就是希望各位 反正每天在门口 或是在你的后花园 撒一点点蜜啊 放一点水啊 甚至你念佛 当然也要加持自己 更要回向父母祖先 更重要的 要念给众生听 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他们不会念佛 我替他们念佛 我念佛的功德 回向给白人黑人黄种人 回向给六道众生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个叫悲心念佛 这个也是一种福田 所以念佛让佛感高兴 叫尊敬的福田 念佛愿父母健康 往生者超度 那这个是一个感恩的福田 念佛的时候回向六道众生 所有被流产胎儿 乃至现在各位报纸上看到的 那些车祸战争 往生者 这个叫慈悲的福田 所以你同样念佛 那你用个心不一样 所以功德力就不一样 那希望大家有这个空性 空不是没有 空是你跟万事万物都连在一起 跟佛连在一起 跟祖先连在一起 跟美国人连在一起 跟众生连在一起 世界上任何地方 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我的责任 都跟我有关系 所以我要来念佛 重点是那个心态 而不是说 念佛好 诵经好 持咒好 哪一部经好 哪一部经好 不是那个意思 每一部经 它就希望我们达到这种 归一三宝的心 念一下 归佛的菩提心 归法的空性 归身的平等大悲心 归身的平等大悲心 这个就是极乐世界的心 极乐世界的心 为什么极乐 念佛念法念身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不会念老公 念儿子 念女儿 念股票 念身材 它没有在念这个的 所以它叫极乐世界 那为什么各位很苦呢 师父 什么事 我儿子要考试了 你又苦了 师父 我头很痛 我知道 那很少人说 师父 阿弥陀佛怎么念 那我就很高兴 每一个问的都是世间的苦 所以让我们觉得 好在我出家 没有儿子 没有老婆 没有金钱 那个身体奉献给三宝 病你的 我做我的 它就不病 因为你越在乎它 它越病给你看 了解吗 你用这个身体来拜佛 我做医工 诶 这个身体不找你麻烦 但是无论如何 在健康的身体都会老的 都会病的 最后都会走的 所以刚刚我们 大和尚带我到楼下 那个地藏殿 我特别去拜喜臣长老 哇 里面是纳古塔 各位提早定位吧 你总要来的 所以提早定位便宜一点 意思是说 人总要想说 我最后就是要死的 对不对 那我这辈子 到底努力的目的在哪里 所以我想我们努力 当然 负起家庭的责任 但是不要执着 让父母健康 往生以后去净土 让儿女健康 好好读书 懂得信因果 将来会念佛 请问 女儿念佛重要 还是结婚重要 你应该说 两个都重要 你不能偏一边 希望她会念佛 念佛就找到好老公 对不对 因为现实生活是如此的 所以如果你不念佛 那你找到好老公也没用 最后也是苦 对不对 如果你不念佛再有钱 那反而让你造恶业 如果你懂了佛法 那你有金钱 那你就懂了 那我来护持庙觉山 盖世庙 那这样赚钱很有意义 我去帮助老人院 所以我们赚钱的动力 那你要赚钱变成有意义 佛教只是告诉我们 不执着 但是你努力赚钱可以 但是不执着 那赚了这个钱 我要来孝顺父母 我要来照顾家庭 如果按照佛经 释迦牟尼佛有规定 假设你有十万块的财产 你最好分成四份 第一份四分之一 那你要拿来照顾家庭 包括父母 儿女 那四分之一呢 拿来投资 投资做生意买股票 随便你了 因为你倒了还有四分之三 但是你不能超过四分之一 那四分之一呢 拿来家庭开销 你可以度假买衣服 shopping 那四分之一呢 那你可以存下来 所以意思是说 那四分之一要拿去做贡献 刚刚讲了 对社会贡献也可以 然后四分之一享受 四分之一照顾家庭等等 那当然佛陀这样讲 都有它绝对的道理 那各位如果 当然怎么样使用金钱 赚钱要有什么心态 这个都是佛经要说的 那我想今天因为时间不长 不过我很希望各位 一定要看书 因为很多佛教的书 佛教徒的生活 应该如何安排 佛教徒的身口意 应该怎么做 那佛会一开始 我们来做一个大功德 要来供养诸佛菩萨 他们又准备了食供养 但是我们供养的心态 最高的心态 这是我们佛教要求 来 发菩提心 供养诸佛 那什么叫发菩提心呢 那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呢 因为众生很苦 所以菩提心 以平等大悲心做基本 我们要为地狱到供养 为恶鬼到供养 为所有动物到供养 因为他们不会供养 我们来替他供养 所以要有这个大悲心 为他们来供养诸佛 然后希望来当愿众生 同乘佛道 那因为这些众生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很喜欢念父母众生 父母等于众生 众生等于父母 我们发菩提心 是以这个大悲心 孝顺的大悲心 然后希望所有众生 都能够成佛 而替他们供养 而不是你在供养 这个叫无我的空性 念一下 众生就是我 众生念佛 佛念什么 所以各位每一个佛想的是我们 一切轮回的众生 所以我们发菩提心的人 要想的所有的众生 都是我心中的众生 所以整个地球 整个法界 整个地狱道 都是我心中的最爱 没有执着 你如果心中只放一个人两个人 那叫执着 那各位要经常念习 把这个执着改变 另外这种方法 你很爱你儿子 那可以 那你要把所有众生 当做你的儿子平等 那也可以佛陀说这样也可以 你也孝顺你父母 那你把所有众生 都是你心中的父母众生 那这样也可以 这样你就超越执着 那你就不会痛苦 那不会痛苦 你才有圆满的力量 来圆满菩提心 所以各位来 有本子的人打开第四页 或是两个人看一本都可以 两个人看一本 如果可以 就两个人看一本 大家都看到 然后大家都念出来 这个嘴巴如果经常来念一下 称赞如来 身体拜佛 嘴巴称赞佛 念佛诵经持重 然后呢 来广修供养 做大供养 所以 让诸佛菩萨欢喜 让众生离苦 我们自己也累积很大的福报 所以我还是要背一次 各位都听过我讲几百亿次了 一个人拿一千亿美金 在这个世界造桥铺路盖医院 福报很大 但是这些福报 不如一个人拿一杯水 一次香供养佛陀的功德 为什么 无上福田 每一个佛无上福田 所以世间的不思不如佛前的一点点供养 所以我们要把这样子的福报 而且你供养的时候用菩提心供养 我今天供养 希望 念一下 一定要成佛 上品极乐世界 成就佛道 你要发这个愿 而且这个愿还不够 当愿众生 同发菩提 同成佛道 那又是悲心 自己要成佛 也让众生 然后用这种大心来做供养 然后请翻到第四页 香 那么代表戒律 代表鼻子清净 代表多文妙法等等 所以有一个国家叫 就叫香的世界 佛陀说 只要你用香 以及最好的香去供养这个佛 将来你就可以投到这个 清净香的佛的世界 而且透过这个香 最好的香 让他们众生 念一下 文集解脱 替他们供养 又让他们闻到味道 所以光供养一个香 哇 就可以开发众生的佛性 我们供养诸佛菩萨 最后的目的 是要能够像佛一样的服务众生 就叫供养 因为我们对佛有信心 对佛有信心 就是希望将来 要不要成佛 要 我就是为了要成佛 所以我才要学佛供养佛 各位要有这个信心 我们为什么要念佛 我将来可以成就阿弥陀佛的果位 因为阿弥陀佛有佛性 我也有佛性 透过念佛往生净土 将来我就可以圆满我的佛性 要有这个想法 所以要有这种承担佛的责任 而且等一下大家念大声一点好不好 我们一样要敲法器 敲墓鱼 念一下 断除称惠 海鲜水产 鱼虾螃蟹 当下升天 敲墓鱼很重要 所以各位在家里可以买一个墓鱼 他吃鱼你敲墓鱼 帮助的 然后呢 敲影庆 断烦恼 发菩提 再来 敲骨 断贪心 发大乘菩提心 四肢脚动物 当下超度 这个骨是牛的皮 所以四肢脚的动物超度 所以各位你以前吃肉吃很多啊 现在你想忏悔啊 哎呀 要赶快问法师啊 法师你们妙要不要买大骨啊 大骨小骨都我来买啊 哭哭哭哭哭 然后呢超度 而且我们可以断自私的贪心 发起大大的菩提心 还要再来敲云水板 寺庙那个扁扁的云水板 会怎么样在辈子来 鸟群升天 鸟群升天 饿鬼离苦 饿鬼离苦 所以在缅甸要用摘一点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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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狗就呼 鬼来了 然后出家人一定会 拿一点一点饭菜放外面 对不对 让他们吃 所以这个法器很慈悲的 所有的法器 除了让诸佛欢喜的音乐 但是更重要超度六道众生 那各位的声音也是法器 所以你在念的时候 那各位慢慢你的声音 就慢慢变成佛的声音 所以要多念佛 读诵经 特别我们护国寺 太好了 你喊到天亮也没人会告你 你好好喊吧 所以那你到市区 要小声一点 憋死了 所以各位 我以前刚出家 是不准我们拿麦克风的 我们念经做什么 都是用声音 我师父站很远 他说 他有听到才行 而且希望你要喊到 连地狱都听得见 那有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声音 不可思议地狱都听得见 这是训练 所以希望大家 把大声念一念 好不好 念完以后你的嘴巴骂人 讲是非的恶业就消除了 不然你怎么消除呢 消除不了 以后你要骂人 就不想骂 因为那个 我不想骂这个 嘴巴干净的人 不想有脏的东西进来 因为你已经习惯在念佛诵经持咒 所以大家很认真的供养 然后翁阿翁的时候 再讲一次来 清净 无量 转化 就是供养了变清净 而且一支香变成百千万亿香 而且转化成共香的功德 回向给众生 当愿众生 好 所以各位很重要 你看到你儿子 供养诸佛 你不要说儿子是我的 那你又痛苦了 我儿子长得这么美 供养诸佛 我老公这么帅 供养三宝 好不好 你供养他才不去的 你供养他就要去 那你不供养更痛苦 意思是说 所有美的 听到别人唱歌很好听 我马上供养诸佛 他的声音拿来念佛更好听 所以眼睛看到了 耳朵听到了 闻到的很香的味道 供养 像各位你在煮菜的时候 味道香不香 马上做烟供 那个味道可以供养三宝 那个好吃的味道可以布施给众生 马上上供下施 那我想我们修菩萨道这个菩提心 就不离开永远的上供下施 就像我们今天 各位有没有来参加做武供 整个佛教的修行 就在我们十一点到十二点多 供养诸佛 然后回向消灾超度拔度 这个是佛教的修行 我们出家人就在忙这个而已 还在忙什么 永远都在上供下施 把自己融入在上供的菩提心 下施的悲心 就忘了自己叫空性 所以各位你在家里要经常怎么做 但是你要经常到寺庙 一直念念念念到会了 会了以后 教你儿子 教你媳妇 在家里办法会 全家都会供养 所以都是这样的 台湾有很多家庭 居室都在敲法器的 全家都在供养 像我小时候 我儿子小时候了 我那时候开始学佛了 我儿子负责敲木鱼的 我是打饮庆的 所以这样以后我才有出家的可能 只是我儿子先让我出家 爸爸你先去出家 我等祖母老了 我才去出家 那是因为从小就会敲 我也很喜欢 因为我喜欢唱歌 后来等我懂了佛法 世间的歌我不唱了 我永远唱炉香战 保顶战 那多好听啊 所以如果你觉得 世间的歌比佛法的歌好听 那代表你的心还在污染的状态 请问和尚帅还是你老公帅 观音菩萨美还是太太美 观音菩萨多庄严啊 又不会生气 所以你要觉得三宝是最圆满的 但是所谓的圆满不是讨厌对方 我如何让我的老公 变成佛陀一样 对不对 我如何让我的太太变成观音菩萨一样 重点是你的心把它当作观音菩萨 就变观音菩萨 而不是去改变它 佛教的方法就是像我们这样供养一样 像我们刚刚这么认真在供养 诸佛菩萨怪不高兴 很简单 今天晚上你就回去 老公坐好 我开始供养 你就幸福了 我实在太幸福了 我忘了我家里有一尊佛 因为你愿意去供养 那不好了 没用的男人你好可怜 你活在地狱 佛教的方法修行很简单 横顺众生 横顺众生 你要把众生当作佛一样的来尊重供养 懂不懂 要如此 而不是我看不起你 我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那个 那你心里不公平 所以我想你很愿意尊敬对方 对方就会变成被尊敬的像 你越批评对方 越讨厌对方 对方就变成魔鬼的像来找你 再念一次 一切为心照 心清净 老公就清净 众生就清净 心清净 家庭就清净 你每天抱怨 那是你心里有问题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归法 归佛就叫归法 佛叫我们如此 你就要如此 像我现在坐在这边 我心里很快乐 各位现在脸都像佛 各位现在上供下侍心里美不美 好庄严 你心中有香 你心中有代表慈悲的花 你心中有智慧的灯 你心中有柔软的土油 你心中有圆满的果 太庄严了 你心中有好吃的食物 所以修行人要内心丰富 这个是一种菩提心 因为你充满了功格 充满了资粮 千万不要内心像沙漠 沙漠还没关系 你的内心像地狱一样 天天抱怨 骂人 所以那心里就糟糕了 所以各位 透过上供下侍 让你的心活在佛菩萨的欢喜 或者对众生的慈悲 净土的快乐 好不好 所以妙觉山复国寺美不美 因为你心很美 你怎么看花草树木都美 因为我们来这个地方 不是来追求欲望 来吃肉唱歌跳舞 在这边拜佛的 对不对 请问这个大殿美不美 比你家客厅美多了 为什么 因为它有佛法 所以有佛法的地方最美 最庄严 所以我希望各位记住这个 这个供养永远在你心里面 所以再背一次 来 香花灯图果 香花灯图果 看前面 香花灯图果 背起来 一直要背起来 眼睛闭起来就看到它 来 茶食宝珠衣 茶食宝珠衣 公阿红 公养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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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法善神 以此功德 以此功德 公养喜成长老 公养喜成长老 上品上身 所有六道轮回众生 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家中父母见属 家中父母见属 消灾严寿 富贵自在 富贵自在 同享功德 同享功德 恩阿佛 各位每天都要这样念 我这个人 如果一个人在房间 我就念得很大声 人家以为我神经病了 因为我很喜欢很真心的念 我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因为我私底下就是这样 我在念经的时候 我在打坐的时候 就像现在在说法一样 打坐就在告诉自己佛法 打坐的时候 入地藏菩萨恒沙定 为所有众生 讲出地藏本愿经 讲出离苦得乐的方法 为打坐的时候 心里是丰富的 所以 而不是一种单调 枯燥的 所以你要随时保持这种丰富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紧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施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COVID-19疫情爆发超过500天 国外疫情持续蔓延 全球累积超过1亿4千万确诊案例 为阻止疫情擴散 全球目标一致 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及家人 你我都是防疫的一份子 让我们一起努力 共同为防疫把关 主动防疫接种疫苗就是现在 我们之所以叫做中途驿站 D站的意思是一个车站 就是希望这里只是一个他们的终继点 而不是他们真正永久居住的地方 也不算餐厅啦 我们就是提供小小的一些茶饮啊 小点心啊 让大家可以就是 比较放松的在这个环境里面 跟猫咪做互动 客人们放松了 猫咪才会放松 希望大家不要太赶时间 可以用一个下午茶的时间 然后来这里 实际的先跟猫咪们做互动 去真的了解他们的个性 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 再做领党 我其实从以前很小时候就有养猫 我第一只猫是国中的时候养的 那是我哥哥从他朋友家那边带回来给我们养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对于宠物福祉都还不是那么的完善 大家就觉得反正猫咪我就是 我就是喂 我就是养 然后身边看医生这样子 送去做结扎的时候 回来就血尿 然后我们也是打电话再 赶快问医生说 欸他血尿了怎么办 会不会怎么样 然后医生说 哦那没有关系 那个是自然现象 然后后面结果猫咪就死了 过世那你也没办法 所以也不会特别说要去找那间医院算账啊 或者干嘛 就是你就是 那就是我们好好地让他走就结束 慢慢的一直一直有在养猫 到大学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时候救援到路边的流浪猫 然后就会帮忙照顾 然后网路上po文送呀 就慢慢的开始在有做中途的这一个动作出来 毕竟你大学生 所以你的金钱的能力你的知识都不足嘛 所以就是变成说边学然后边做 然后开始有了要开这样子一间店的想法 那猫中最大的重点就是我们会接很多猫 清训成功之后他可能就会找到更好的世主 他就会出去 然后我们就会再接新的流浪猫进来 那每一只猫每一只猫都有不一样的个性 那你还是要用他们的一个习性去学习说 他们怎么样生活比较好 或他们怎么样的状况 或是他们这样的情感表达这些东西 同一套逻辑 在不同的猫身上 它的有效程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变成说 我们会去吸收各个方面的各式各样的故事 不管是爱妈的也好 或是受益也好 或是讲座也好 然后再去试在我们的猫咪们身上 看谁才比较适合怎么样的方法去饲养去成长 猫咪它算是比较自我的生物 所以它其实就是想干嘛就干嘛 它并没有真的一定要跟人类相处 所以我们在跟猫咪相处的时候 它不会说像狗狗一样 它可能会很黏着你啊 腻着你啊 叫过来就过来这样 它就是走比较就是随性的方式在生活 一开始你一定是要先放定自己的姿态 希望大家可以用猫咪的角度去看猫咪们 那当你就是比较低的时候 它才会比较愿意相信你 让它们闻你的气味 然后再看它的反应 看能不能摸它 这样才是最好的 猫咪它是一种很能忍耐的生物 所以它们比较不会表现出它们的痛感 譬如说它们觉得不舒服觉得生病 它们可能看起来都一样 平常没有多观察它或是多摸它的话 它哪里突然不舒服的 你会没有办法发现 那当你没有办法发现它就会不会恶化 或是变成默契 像这样子的状况就会非常的麻烦 猫咪最主要的动作都是在它的脸部表情 它的耳朵啊 它的胡须啊 它的眼睛啊 以耳朵来说 它要是直立的状态 基本上它就是心情不会太差 可是当它越紧张 它的耳朵会越缩 越缩 所以今天当有一只猫咪耳朵在缩 尾巴藏起来 那基本上你是不要再靠近它了 对它来说攻击是最后的选项 它会先闪躲 所以当它开始有往后退 或是耳朵有放下来的感觉的话 就代表它其实已经开始在警戒 在紧张 那这种时候我们就不要再靠近它 它们如果今天很习惯这个环境 它们的耳朵会是开的 然后它们的尾巴会很翘 代表它们其实很喜欢这里 它们会觉得这里就是它们的地盘 它们就是老大的那种感觉 一般人来说就是送羊 它就是网络上面 然后可能就是 PO上你猫咪的照片 然后问有没有人要养 我们就说好我要养 然后就跟它稍微聊夏天 之后猫咪就带走 然后带走之后 你会不知道说那后续呢 就是猫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被它好好的照顾 这个人是只是一时兴起的养猫还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都不太确定 所以在我们这里实际真正要领养一只猫 至少要跑一个礼拜左右的流程 你要先过来这里跟它们互动 先确定它们的个性 是你喜欢的个性 你要先思考你未来后面的路 你要怎么样照顾 你有没有时间陪它玩 你有没有时间去爱护它 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 你要怎么样有办法对它不离不弃的 我们才会真正的放心 把猫咪的后半辈子就交给你们 我们不希望大家就是太即兴的去领养 我们宁愿就是在送的时候复杂一点 送的卖年我们也不会乱送 其实我们一开始在送猫的时候 一定是舍不得的 你就会觉得说你从路边救了一只猫咪回来 然后费尽了各种心思金钱财力 然后去把它给就是弄得健健康康 然后送出去 你就会开始担心说 诶 这样子真的好吗 送给它可以吗 你就会心里面有一些就是不舍 当我们追踪到就是我们送出去的那些猫 就是在他们新的世主家面 就是也是活得白白胖胖啊 然后过得很惬意 你就会发现就是其实猫咪真的是 还是要有一个家 对它们来说才是最好的 开店店我最一开始的目的只是为了要送出流浪猫 然后再就是送出一些比较花色不讨喜 或是年纪比较大的猫咪这样子 然后就是顺利的送出给正确的领养人 后面我发现像这样的一间店 其实会有一些就是信念的传承感 可能原本没有那么喜欢猫的人 然后我们店里变得喜欢猫 那是不是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环节 它的爱是会传达下去 然后未来在外面欺负流浪猫的人 就会慢慢减少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对我来说觉得非常的好 就是让猫咪跟这种生命感传下去的感觉 中途间情真的是不容易啦 就是不管是在人力上面或是财务上面 它毕竟是没有煮的